嗨,大家好 我今天准备跟这颗卡塔兰湾瓶 这颗卡塔兰是我在三个多星期前买的 它现在还在开发 其中还有一个球菌在我家长了一个花锹出来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它湾瓶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在是卡塔兰湾瓶最好的时间 还有几颗卡塔兰它种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容器里面 它现在又正在长了两个小芽 如果我等到它另外的一个花锹开完花 可能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跟它湾瓶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 在尽量不动它的根的情况底下 跟它湾一个瓶 我现在把它拿了出来 好多的根 里面是水苔 再尽量把它里面的水苔拿走 收剪一些烂根 我现在大概是把它里面的西苔上的水苔呢 都拿走 我尽量不动它的根 因为它还有一个球菌呢 在打花锹 我就这样跟它玩一个瓶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之前有一些男友留言给我 问我是用什么牌子的木炭 所以我今天就给你们看看 我用的就是这一类的木炭 这些木炭都是一些拿来做BBQ的 我没有固定要用什么牌子的 最主要我们选用木炭的时候呢 就要买一些是树木烧成的就可以了 不过我在这里呢 特别要说一说的 有一些这一类的BBQ木炭啊 好多它们都会加了一些些的原烧油在里面的 如果是这一类了就不可以买来用了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一类BBQ木炭之前呢 就要看一看 一般加了原烧油的哪一类木炭啊 它在包装上面呢都会有下的 所以我们就要留意了 如果是这一类了就千万不可以拿来用 我今天准备用的是桃力木炭来栽种这一棵卡塔兰 我在下方呢已经下了大概有三分一的桃力根木炭在下方了 现在就可以把卡塔兰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呢 因为这棵卡塔兰呢都有一些些的根 我就会用一些比较大的木炭 把它的桃子呢先固定 固定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你们看见的在这一边呢我会多留一些空间的 因为这边呢有小苗准备长出的 固定好以后呢现在就可以下桃力 我在桃力里面呢还加了一些些小石头 这样呢就可以增加它的重量 下完桃力以后呢一般我都会用一条木条呢把它的桃力呢 往下塞进去的 好现在已经弄好了 它还有一个旧有的花梗 我先把它剪下来 这个花梗买来的时候呢 它是有花的 现在还有两朵花是在我家才打开的 下方就是这个样子现在 它现在还有两个小苗呢准备长出的 我就是因为看见它有两个小苗长出 它原有的盆子呢又太小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弯盆 这样呢希望它这两个小苗呢 在这个夏天可以长得好一点 到明年的春天呢它就有机会开发了 我这样的栽种一般浇水呢我都会用喷雾 就是这样的喷 喷完以后呢如果下方有小小的水分呢 是可以的 因为我用的是桃力木炭 桃力木炭一般都干得很快 所以不会造成烂根 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整颗弯好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还有两朵花 还有一个花锹 我希望它弯盆以后呢都可以开发 这颗卡塔兰金桶子 都很好栽种的 基本上如果栽种的好 每一个球菌呢都有机会开发 如果你是新手 这种卡塔兰 这个品种呢 我都很推荐的 好啦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